民进党高雄市场候选人陈其迈 今人一早 是请来行政院长赖清德 前进陆竹钢山区 来扫街雇票 而两位行男合体 有婆婆妈妈是超兴奋的 指导前立马院长王津平的雇乡 抢选民吗 而陈其迈说 心之所在就是我们的雇乡 我们来看看 行政院长赖清德 拉起陈其迈的手高喊加油 投票时间进入最后倒数 一早八点多 前进陆竹区小街 两位行男合体 婆婆妈妈超兴奋 沿路也有选民放鞭炮 热情欢迎 今天特别请赖院长来这里宣示 包括说未来的桥头科学园区 台南高雄的科技走廊 也希望说未来地方能够跟中央 能够全力的合作 请大家支持陈其迈 让我有机会跟其迈一起拼 高雄的经济 台湾的经济 创造双赢 赖清德特别难下 首站就替陈其迈拉抬身世 力挺政策的音位相当浓厚 但这站可是扫进 前立法院长王津平的雇乡 陆族区 陈其迈强调 并不是最后关头 才来抢选票 心之所在就是我们的雇乡 然后我在高雄 已经48年的时间 作为高雄子弟 我一定会用尽我全身的力气 让高雄更好 至于寒流效应发威 就连扫街也出现大批机车香水 赖清德导师说 一点都不担心 其迈是一个暖男 他内心的爱可以带来温暖 也可以带领大家渡过寒流 所以不会是问题 一句相信暖男陈其迈 可以带着大家渡过寒流 赖清德也要靠自己的高人气 替大打金金牌的陈其迈背书 继续帮民进党守住高雄 这片绿地 明示新闻珍想 我们要紧收高雄市报道